假設今天全部都電子投票 大家線上投票 他們開票一秒多就開完了嘛 因為啪啪啪就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賴清哥拿500多嘛 侯瑋拿400多嘛 柯文哲拿300多 他們這些柯粉會不會喊做票 當然啦 一定會嘛 這個過程 這個流程 真的是民主典範 連很多海外的華人 來台灣看我們的開票過程 觀選頭 他們看完都流眼淚 你覺得台灣的這個過程 真的非常的 竟然有趣 公開透明 而且真的 實際上每個人都可以解釋 所有都有監視器 都有錄影 我們的公開透明 根本 這個是無庸置疑 可是像這個 莎莎雅爺奶 艾莉莎莎這種人 你侮辱到了學問人員 沒錯 這些學問人員 他們用一天的時間 他們犧牲自己的投票機會 犧牲自己的參政權利 幫大家服務 你侮辱到台灣的民主 投票制度這麼多人來 一分籃力都這樣搞嘛 結果你竟然侮辱到 我們的民主政治 第三個 你讓中國有 有打台灣選舉的藉口 台灣的網紅 台灣年輕人之一 台灣做票 台灣的民主不可靠 民進黨就很會做票啊 對啊 結果就變成 央視的晚上的新聞聯播 就開始說 你看台灣民主政治 不屑一顧嗎 這個事情 中選會早就應該提高 不應該拖那麼久了 中選會的招牌 因此而蒙成 台灣的選舉的公正性 因此而受到質疑 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民主 我們進來的部來